这个票房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们也是在网上中看一眼西看一眼的 说接近八万 不是 八亿 接近八亿日元 我是一身钱都没摸着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导演 不是特别在乎票房这件事 但是这个人怎么能那么说话 我不熟悉江文 但是我觉得他确实不是一个 我熟悉你 他确实不是一个关心票房的人 要不然就不会 这是小道消息啊 在这也证实一下 是说那个子弹飞续集里头 你邀请村永元出演一角色了吗 是 真事 你觉得他来 真事 这话我不能说 这个话可说 是你的话 他就把我当职务广告用 我不是说我 我先不就 我保外票房 那儿瞎扯 但是我觉得你是 你有所要 无所要 你也算不准 尤其作为导演 有人管这个 你亲身随便的管这个 我觉得第一 有点蒙事 有点含吐 你把 你把那个剧本写好了 把这个演员找好了 演好了 他我觉得还应该有票房 对吧 你这 不能老在那头 它是个杠杆嘛 你压这头就行 我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 但又压舌的时候 我怕踩下 这会儿 你看那边也断了 压舌我们都知道 太阳闹上生气 你看看这个 真有意思 这个是当时我们征集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采访江泽导演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提着我 然后有各种这样的问题 在网上提来的 我们筛给一下 没法所有的问题 都问你 但是很有趣的是这样 在网上提问的时候 好多人不敢提 说是怕姜文骂他们 所以他们提的问题愚蠢 把握你心这么暴脾气的意思吗 有过这样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人提的问题愚蠢 没有直接这么说吧 而且问题嘛 有什么愚蠢不愚蠢的 要监问嘛 就是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的 这样啊 有意思 这个问题 我提一个 就什么提一个 行 这个问题你一遍 你愿意这个 很长时间解释它也行 你愿意一句话说过也行 你不愿意回答 你就说 不 对 为什么你自己导的电影 都是自己演的呢 你能不能不演自己导的电影 不能 进了 冰湾擦点日子 我没演 但是我还是不能 我还会让我自己都演谁 他不找演戏 我喜欢这个问题 说你生产一部电影 也太漫长了 你是故意的呢 还是真的憋得慌 鼓励 小生息的吧 不是 你冒充网民 我先出来了 你吸这么多问题吗 不是 咱们过吗 还是咱 答 咱们态度得好 我 其实啊 我 我没觉得时间长 结果 开完以后说 不是这么长时间吗 就是什么才俗乐 什么以前年来的 就那个意思 就是拍的时候 有点上瘾了 所以后来我跟小郭说 你这上瘾的事 要注意 很多人看完你的电影 他们会猜想 其中的情节 是暗喻了别的东西 他们猜的对吗 你真的是在暗喻吗 没有 都是我的自传 都是真事 没暗喻 这个问题我特喜欢 但是好像适合他问 那我就我问 严肃点 就这样 如果我就是中国 中国电影空奏的乐意高官 现在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跟我谈谈你内心 对这个中国电影管理模式的期望 或者建议 你会怎么说 不能想马上说 现在就说 你是高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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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